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多吃素 多念经 先给大家做一点白化佛法 这个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三法应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济静 三法应 实际上在这个当中 涅槃济静是说涅槃的境界 到了涅槃的境界 涅槃实际上就是灭除一切 涅槃生死的痛苦 你已经完全的脱离了生死的痛苦 寂静是什么呢 因为你涅槃了 所以你才会寂静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无常 所以无常很重要 无常是什么呢 无常实际上就是让你知道一个真理 在这个世界上 诸行无常 全部都是 我们说 全部都是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没有长久的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都是在生柱一灭当中 成柱坏孔当中 一切都是诸行无常的 所以我们说 无常的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一个人生病了 在医院里的躺在病床上 医生告诉你 你要死了 这时候你才感觉到 哎呀 这么可怕 原来无常已经来到了 因为无常已经到了你的心里 无常已经到了你的身体上 无常已经让你 对人间已经彻底的放下了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看见无常非常可怕 但是台上告诉大家 有时候懂无常知无常 才能改变无常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要 选择和转折你的人生之路 因为你知无常之后 你会把人生的选择和转折 慢慢看得 这个非常的拥有智慧 选择了佛法 选择了懂人生的道理 你就有了一种转折 你就把一种无常变为 一种幸福 所以当一个人苦的时候 没有智慧的人觉得 哎呀 我真苦啊 哎呀 到了人生低谷的时候 哎呀 我完了 结束了 而真正有修为的人 像台长 像有些跟我学佛的人 你要觉得有苦来了 就预示着转折的来临了 又转折了 只要这个事情 突然之间好像 要发生不好的了 其实人生的 这个转折就开始了 只是这个转折 是从哪里开始的 因为你过去 行善积德 就算你开始苦了 你实际上 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如果你过去一直在做坏事 就算这个转折让你好了 实际上就开始倒霉的开始 曾经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做科员 跟大家都相处的很好 与事无争 大家都很喜欢他 自从这个老科长过世之后 那么大家都选举他做科长 因为他的人脉关系非常好 他很会做人嘛 所以大家都选他 自从他选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功高我慢 慢慢的开始显露出很多 人间的那种情绪啊 傲慢啊 内心的这种自私啊 心啊 全部把自己的业障 全部写化出来 到了最后呢 这个贪污啊 腐败啊 然后呢 他自己最后被抓进去 因为他的观太小啊 但是大家也是对他 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 怎么可以这样啊 不会这样做领导 所以最后送进了监狱 送进了监狱 所以叫一切行无常啊 一切行无常 那么一切行无常 实际上就是无常就在你的身边 无常在你的身边 那么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那么三法应 对不对 三法应 那么诸行无常 实际上就是一切和和的事物 皆无常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啊 都是无常的 还有 这个 大家没听到过 有个四法应 三法应 大家都听到过 四法应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四法应 实际上就是一切 这个 这个猪肉 皆苦 啊 也就是说 所有人 啊 在情绪上 只要你有情绪了 都是苦的 啊 所以你去看这个人 不管情绪好 情绪不好 其实都是从苦开始的 那么人家说 我很开心 怎么会苦呢 呵呵 开心完之后怎么样啊 不就苦了吗 结完婚之后 不就吵了吗 啊 就是这样啊 开心完之后 就开始有麻烦了 啊 所以这个 猪肉皆苦了 第三的法应呢 是一切事物 皆无自信 其实就是诸法无我了 啊 诸法无我 啊 那么 有一个 第四 那么就是涅槃 寂静 涅槃寂静呢 另外一种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一种 涅槃超越了 概念 和你的理念 也就是说 你的念头 你的意念完全发生变化 所以你完全超错了 人间的这种 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 在这个世界上呢 一切 啊 行无常了 啊 这个一切行苦硬了 一切法无我硬了 等等了 啊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告诉我们 一切 啊 法应呢 它都是 啊 这个这个 因缘 啊 暂时的条件和因缘 合合而成的 所有的这个 啊 人间的一切呢 都是建立在一切情感的 感受啊 啊 和这种感知啊 啊 啊 都是痛苦的 啊 因为我们对五因 直胜的苦 因为我们执着于五因嘛 所以涅槃就是要超越他们 没有执着一切 啊 所以 要懂得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还有一个涅槃激进 啊 这个三个都是非常重要 由此而产生的很多的对人间的证悟 就是由对三法应的重要的理解开始 啊 所以学佛学法了 首先要学啊 啊 这个正性正念的正经境和正定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个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下次节目 我们继续给大家 啊 播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